印尼央行行长佩里瓦吉约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一纲9月30日 切除了关于建立促进经常账户交易和直接投资本币 结算合作框架的谅解备忘录 印尼央行与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同意 积极推动使用本币进行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结算 包括推动人民币和印尼卢比直接兑换报价 和银行间交易 两国央行将通过信息共享和定期讨论的形式加强合作 本币的使用给两国带来了许多优势 如交易前不需要先将双方货币传换为美元 从而消除了兑换美元的汇率风险 并使用印尼卢比的贬值降至最低 此前印尼央行已经与泰国、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 和日本签署了此类协议 印尼央行国际部主管 多迪珠弗里表示 虽然疫情导致贸易额最近有所下降 但人们使用马来西亚林吉特和泰铢的兴趣却很高 他还补充说 印尼央行将会继续社会化该刺略 他们根据调查显示 仍有85%的商人不知道在使用本币方面的合作 并且为这项交易提供服务的银行目前只有无家 美都新闻 彭吉一郝采访报导 美都新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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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都新闻